第1490集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聊的 梁佩山淡淡地说 气氛一时间有些沉闷了起来 梁国忠的脸色一变她横倒 你们姐弟两个 这真的是长本事了 这长辈的话都不管用了 长辈让我去死 我也要去死吗 梁佩山姐弟现在在梁家 几乎是被孤立了起来 所以不管是谁说话 都是带着一股刺 而且所有人都不看好他们姐弟两个 自从梁佩山执掌粮食以后 这种矛盾就越来越重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联合了起来 对他们姐弟两个 所以说两人现在不怎么回家 而且就算是那些人对得再厉害 现在梁佩山大权在握 那些人也不敢怎么表露在明面 他们只是暗地里弄些小动作罢了 现在梁佩山一回家 这些人不给他们的难处 还真的就不是梁家了 梁佩山回来的时候 他对这种局面早就有心理准备 自己的二叔向来不是省油的灯 而且梁是现在大部分的人 都被那个女人给拉拢走了 想想梁佩山也是不容易 公司乱成了一团 家里有暴起团来夺权 这要是换了一般人 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不过好在梁氏的姐弟俩 向来不是普通人 梁少博看起来顽固 但实际上他是一个有心计的人 对付起这些人来 他向来是游刃有余的 他的一句话让现场大多数的人 都尴尬了起来 虽然大家平时那是明里暗里斯 但是有些事情挑到明面上说 貌似就不太好了吧 佩山 你这是什么意思 张琪皱眉了起来 这个女人不是省油的灯 会撒娇会卖萌也会装可怜 要不然梁国强也不会被他给弄得是 服服帖帖的 我没有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啊 阿姨也懂 梁佩山淡淡地说 对 我懂 张琪激动了起来 谁都知道你有一个后妈 现在后妈不好当 一不小心就被人戳着脊梁谷说事 我到梁家这么多年了 一直是清静夜夜的 生怕做错了什么 你不想叫我妈 行 我不计较 你叫我阿姨 我也没说什么 我一直想要个孩子 为了你们 我一直连孩子也不敢要 我在梁家 图的是什么呀 张琪半真半假的演技 倒真的是挤出了几滴泪来 这让在场的人都有种错觉 他们真的感觉 是梁家亏待了这个女人了 行了行了行了 不要哭了 今天大喜的日子的 梁国强还是心疼自己的二方 他站起来盯着梁佩山沉声喝道 佩山啊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没有想干什么呀 这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吗 我这不回来了吗 这局面不是你想看到的吗 你放肆 梁国强大怒 他做一家之主做酒了 自然不允许任何人 来挑战他的威胁 他喝道 你简直反了你了 对 我是反了 梁佩山冷笑道 但至少我心里明白 不像是有些人 揣着明白装糊涂 你也不看看 现在的梁家 都成什么样子了 你 梁国强指着梁佩山 他本来想说你滚 但是张琪及时地劝住 他拉着梁国强的手道 算了 国强 今天的事情不要说了 佩山也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不要再骂他了 毕竟他工作也挺辛苦 这个女人表面上是像着梁佩山 但实际上这就是他的聪明之处 梁佩山好不容易回来的一次 有些事情 是得好好地说道说道 要是三爷梁雨 就把梁佩山给骂走了 那今天这个局不就是白设了吗 叶浩轩 有些郁闷地看了梁佩山一眼 心想你这个后妈呀 终究是齐搞一招啊 哎呀 行了行了 坐下吃饭吧 在场的都是你的长辈 你让这么多长辈等你一个人 你感觉好意思 哎 梁国强叹了一口气 他终究还是坐了下来 梁佩奇坐了下来 叶浩轩站到了他的身后 保镖嘛呢 就要做出保镖的样子来 不 你又是谁呀 梁国中看到叶浩轩 他放下了手中的筷子 梁总的保镖 叶浩轩淡淡地说 出去 梁国中沉声道 这里是我们的家爷 你个外人站在这里 像什么话呢 一家人还能不能愉快地 吃顿饭了 啊 那照二叔这么说 我们去酒店里吃 身边站着服务员 那我们是不是 也不能愉快地吃饭了 梁佩山反击道 这这这 这能一样吗 服务员是服务员 保镖是保镖 梁国中怒了 要不让他去端酒端菜 不好意思 我没这个义务 叶浩轩笑吗 但是对佩山 我倒是可以提供一下 倒酒端菜的义务的 叶浩成 你过来 坐在我旁边一起吃 梁佩山想叶浩轩招手 然后说出了一句 让叶浩轩内伤的话来 真的 梁家的内斗 叶浩轩是一点也不想尝 梁佩山很明显 也不想凑这个饭局 他的目的很明确了 就是要拉上叶浩轩 把这个饭局给彻底的搅乱 然后他能从中脱身 梁总 这样 不合适吧 叶浩轩哭笑不得 这是梁家的家宴呢 他一个外人在这里掺和什么呢 让你过来你就过来 梁佩山瞪了叶浩轩你 我是你老板 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如果你今天不过来 我明天就吵了你 好 我过来 叶浩轩无语 他办了一张凳 坐到了梁佩山的身边 你叫什么 梁国忠有些郁闷地看着叶浩轩 叶无常 叶浩轩搭档 不是你要脸吗 啊 梁国忠盯着叶浩轩 这是梁家的家宴 你是什么玩意儿啊 你来掺和什么呀你 他言下之意就已经很清楚了 这是梁家的事情 你个保镖掺和什么呢 还不趁早有多远 你给我滚多远 我不是玩意儿 既然映下来 叶浩轩索性也不客气 他认真地说 我是人 那世人总得要点脸面嘛 梁国忠比一道 不是你家老板客套一下 你还真坐下来了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我了解我家老祖 他说话向来是不客套的 叶浩轩笑道 所以他让我坐 那就是真的让我坐下来吃饭 筷子呢 没人为我添上一副碗筷吗 叶浩轩回头看着那名庸人 这 庸人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看着梁家人的脸色 是极不欢迎叶浩轩的 要真是添上了碗筷 他非被吵了不可呀 我让你坐下了吗 啊 梁国忠一脸厌恶的盯着叶浩轩和道 可也没人说不让我坐呀 叶浩轩一脸无辜的说 再说了我老板让我坐 我不坐的话 就是违抗我老板的命令 如果违抗了他的命令 谁知道以后他会不会给我小鞋穿呢 所以我还是坐下来比较好 现在我发货了 我不让你坐 所以你马上站起来 你给我有多远滚多远 梁国强吼道 你爸让我滚 我滚吗 叶浩轩问 你要滚了 以后不要再来公司上班了 梁佩珊淡淡地说 我只是一个保镖啊 叶浩轩感觉很委屈 他真的只是想做一个保镖 可是他为什么要面对这么多淡疼的事情 对 你是保镖 保镖存在的目的 就是为雇主解决麻烦 可是现在貌似并不是麻烦啊 叶浩轩感觉到无语 这对我来说就是麻烦 我的保镖 要求不仅仅能打 更重要的是有脑子 梁佩珊盯着叶浩轩 他凑近叶浩轩的耳边轻声道 我知道 你接近我是有目的的 不管你有什么目的 你都要帮我解开这个局 否则的话 我明天真的会吵了你的 以后永不录用 你狠 叶浩轩想哭 他清了清嗓子 既然要闹 那就大闹一场吧 我老板不让我滚 你们要清楚 我不是你们梁家的保镖 我只是梁总一个人的专属保镖 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叶浩轩摆出了一副无赖的样子 您亲人 张琪站了起来 他笑呵呵地说 你还是出去吧 如果你想吃 我可以给你钱 你到外面吃 那你现在在这儿 真的不合适 有些事情 你不懂 梁夫人 我不是小孩子 什么事情我都懂 叶浩轩看着张琪笑道 而且我老板说的也对 他要的不仅仅只是一个能打的保镖 他要的更是一个有脑子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更不能走了 我得在我老板的面前表现一下 不是啊 不然的话 我怎样才能升职加薪 当上CEO 迎娶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呢 哼 傻逼 梁国中冷笑 他觉得叶浩轩 这不叫有脑子 这叫傻逼啊 因为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看出来了 这是梁家的内斗 外人躲都躲不及 谁还会来掺和呢 可是这家伙呢 不要命的往这里面挤 他是觉得自己死得不够快吗 哼 没人给筷子是吧 那我就用叉子好了 叶浩轩拿起梁配衫 跟前碟子里的一个叉子 然后 插下前面的一份八宝鸭里面的鸭腿 便啃了起来 很快一只鸭腿被啃完了 叶浩轩意犹未尽地说 嗯 不错 这八宝鸭的伙伙挺好的 这是哪位师傅做的呀 我做的 怎么了 一直在一侧 伺候着的一位大厨道 有什么指教啊 伙伙不错呀 味道也不错 唯一的短板你知道是什么吗 叶浩轩问道 我是饮食协会的四星级大厨 这是经过美食专家们的鉴定 是烤星平集过的 你说我的饭菜有短板 你会做菜吗你 你是不是来砸场子的 大厨怒了 他在他们的厨师界 那好歹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 而且这些大厨们 对自己的厨艺那是相当的自信 现在叶浩轩说他的厨艺有短板 这不是打他的脸吗 而且梁家半夜里重金把他给请来 他做出来的菜有问题 你这不是在败坏他的声誉吗 不信 叶浩轩小了 我告诉你 我做过的事情比较多 医生做过药膳也做过 你的压里面放了至少有六味中药 当然 你这样的做法灵感来源于养生善访吧 不错 我的里面是放过中药 那又怎么样啊 这样更能起到滋补的作用 怎么 我放的药有问题吗 大厨不服气地说 原本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鸭子的烹饪方法是很多的 一般的烹饪方法放入药材 会让鸭肉更加的好吃也更补 但是问题是 八宝鸭的烹饪方法本来就特殊 而且鸭肉性寒胃肝 微寒 入脾 肺 胃 肾经 有滋阴养胃 沥水消肿之功效 适用于 骨蒸 饶热 咳嗽 卡洗 已经到汗水中等症 为夏秋季节进补之佳品 与现在做的东西 没有入药的价值 化虎不成反类权 非但没有功效 反而 脾胃虚寒者 服用了之后 非但不会起到滋补的效果 反而会让病情更加的严重 你胡说 你胡说 我的药膳是做出来的 现在我们酒店里面的招牌在 你现在说我的东西不行 你是在坏我的名誉 大厨大怒 他觉得叶好轩就是在砸他的场子 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吗 不信吗 叶好轩笑了 那你的菜应该都加了中药吧 那个汤刚才谁喝了 我喝了 怎么了 有个男人站了起来 他是梁家的人